嗨 我是阿欣 歡迎收看K-POP 版本白 我們今天呢 要跟大家聊聊 K-POP發展至今 應該有幾百幾千位偶像吧 有幾種人在K-POP裡面 是非常非常稀有 罕見的 我們今天就要來稍微 盤點一下 今天有四個類別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是哪一種人 在K-POP裡面非常非常的稀有 首先第一種呢 就是非常罕見的血型 因為我們大家知道的血型就是A型 B型 O型 A B型 這四種 每一種血型非常少見呢 有一種血型叫做RH陰性的血 又稱為橫河喉血型系統 它是指說我們紅血球表面有沒有這個橫河的因子 大部分的人都是有的RH家 我們全球大概有10-15%的人是RH陰性 但是呢 大部分都是西洋人比較多RH陰性 但是東方的人呢 就會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呢 又稱為熊貓血 就跟國寶一樣吧 就非常非常的少見 RH陰性呢 在A型 B型 O型都有 首先是RH陰性 B型的人 TWICE的彩音 就是這個血型 然後媽媽木的灰人 它也是 它也是 B型 但是RH陰性 比較久以前的那個神話前景呢 也是這個血型 那再來呢 是RHO型的也很少見 TWICE的DK 它就是RH陰性的O型 還有一個演員叫李毅華 就是秦偉大1988的那個媽媽 對不對 對 最最最少見的呢 是RH陰性的A型血 是最最最少見的 佔韓國人口不到0.5% 超級少 你可能要在兩三百個人裡面才找得到一個 那誰是RH陰性A型呢 剛好這兩個人都不是idol 他們是演員 最近無人倒diva很紅的 蒲恩斌 他就是RH陰性A型 他之前在採訪裡面就有講過說他是這個血型 他拍戲的時候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不能受傷 然後還有新宰廈 我們前陣子 那麼說只能辦法成為話題的這個新宰廈演員 他也是RH陰性A型 真的 你就會看到他們可能平常在日常生活中啊 就沒有辦法做太過於激烈的事情 舉例來說 17DK 性感想要開那個瓶子 他打不開 DK 就幫他開 他用的方式真的很容易會傷到就對了 然後其他人們就說 欸你小心點 所有人都超級緊張 因為真的很怕他一不小心割到自己受傷 像這樣子RH陰性A型的人 真的旁邊的人要非常非常注意 好 接下來第二種很罕見的類型呢 就是非常非常稀有的姓氏 在韓國的話呢 像是 這些都是非常非常常見的 在韓國有一個就是統計的網站上面呢 他是統計到2015年的這個資料裡面呢 就有幫他們韓國人的所有姓氏排名 最常見的排名第一 然後越往後面 數字越大的話是最罕見嘛 那排名第64名的這一位IDOL的姓氏呢 在韓國大概有6萬多人 這一位就是鞭博賢 他當時出道的時候我想說 欸這個姓氏真的好少見喔 鞭好像真的沒什麼聽過欸 排名第68名的 將近5萬7千人左右姓這個姓氏了 就是都錦秀 一樣是我們XO的 欸XO裡面居然就是姓氏都這麼罕見欸 其實我覺得都在這些裡面 真的算是比較常見的 然後戲劇裡面也蠻常用到這個姓氏的 再來是排名第80名的 大概只有3萬多人是姓這個姓氏 就是BLOGB的表志勳我們的PO 越往後面真的是越來越少聽到 姓這個姓氏的人 再來呢是第87 只有大概2萬5千個人是姓這個姓氏 就是郁澤妍 連中文我們中文圈的也真的很少姓郁的 再來是第89名 大概是2萬3千多人左右 就是露姓財 大家好我叫露姓財 欸我沒有想到露這姓氏居然排這麼後面欸 啊可能有可能是姓露的中文圈的藝人比較多吧 再來是排名第99名 大概只有將近1萬7千個人姓這個姓氏 就是英智元 韓文這個字呢跟姓恩的這個恩是同一個字 但是放在姓氏真的是幾乎沒見過 然後再來是排名第103名 我們已經破百了 越來越後面真的越少人欸 大概1萬5千多個人姓這個姓氏 就是龍俊亨的龍 欸我沒有想到龍居然這麼少見欸 龍在中文圈也是還算蠻常見的 我們還聽過蠻多藝人都是姓龍嘛對不對 好再來是107名 將近1萬3千個人姓這個姓氏就是鳳宰炫的鳳 基本上沒什麼聽過欸 好少見喔我的天啊 再來這一位的是排名第111名 大概只有一萬多個人是姓這個姓氏就是 福盛寬的福 更有趣的是因為姓福的人大部分都在紀州島 就聽說啦你只要去紀州島 當你知道那個人姓福的話 你就可以問一下他認不認識福盛寬 基本上都認識 這蠻有趣的就是福在韓文是鋪嘛 假如說在職場的話呢 他如果是福沙獎 他明明是沙獎女 可是他又是姓福的話 他就變福沙獎 就變副社長 就很有趣 好再來呢是排名第129名 大概只有5千多個人姓這個姓氏 就是董永培 Big Band的太陽 然後你會想說董 董在中文圈很常見啊 董月花董仔之類的都是姓董啊 怎麼想說欸在韓國居然才5千多人姓這個姓氏 今天最罕見的這個姓氏呢 是排名第158名韓國上下 只有837個人姓這個姓氏 連一千都不到欸 這個姓氏就是 永勝佑 永這個姓氏真的超少見 他那時候 像produce第二季的時候也是 恩欸不是恩欸 是恩 然後大家都以為自己看錯了 沒有他就是姓這個姓氏 接力嘛 對他就是有印象 因為真的沒有聽過這個姓氏 題外話題外話 我們剛剛講到的福勝寬 福勝寬的媽媽的姓氏也非常的少見 他媽媽呢 姓左 就是左邊右邊的那個左 他叫左桂花 連華語聲姓左的人都基本上沒什麼聽過 在韓國大概排名第137名 大概只有3000多個人姓這個姓氏 還比他兒子的姓氏還少 然後好像一樣 很多都在姓氏島 哇 這邊是一個很神秘的地方 因為大家姓氏都非常非常的少見 啊說到姓氏我也好像好像在去一次喔 OK再來第三個類別呢 是非常非常少見的協同 剛剛前面講到的是姓氏嘛 但是協同上呢他們又有分 比如說我姓李 我姓氏 比如說我姓李的話呢 這個李又有分 是哪一個地區的李 這些協同呢 非常非常少見的原因是 他們協同居然 跟皇族是有關係的 首先第一位呢 是來自於慶州京市的 金智秀 我們Blackpink的激素 他是新羅皇族的後裔 哇 非常非常久以前的皇族 你知道嗎 到現在呢 他的爸媽也是不簡單喔 爸爸居然是經營一個娛樂公司 媽媽是音樂劇演員啊 他姊姊也超漂亮 怎麼會這樣子 他們是皇族出身 然後兩個姊妹都這麼漂亮 人生真的是不公平耶 再來第二位呢 是來自安東全市的這一位就是 Seventeen的全順榮 我們的虎氏 源自於這個新羅中信的這個金氏的部分 慶州金氏 然後演變到的全市這樣子 宗族最十足的是 高麗開國功成全信 高麗耶 高麗 你們知道高麗哪個年代嗎 朱萌 朱萌那個年代是比 那個你們後來知道的那些史劇 都還要再更久之前 然後演變到現在 他是第37代的孫子 好再來第三位呢 來自於泉州里氏 這一位就是 是Seventeen的Dino李燦 居然Seventeen有第二位 也是皇族出身 誰的後裔呢 這個說不定大家會有聽過 朝鮮王朝創建者太祖 李承貴的後裔 是太祖耶 有好幾部電視劇 都演到這一位 超扯 李燦是他們家的後代 這一代的話呢 是中字輩 如果按照他的祖父的話呢 他應該會是李中燦 爸爸媽媽呢 都是舞者 對啊他們自己開舞蹈教室 所以我們李燦也是從小就學舞 學到大的也是非常非常會跳舞 再來這個家族呢 跟上一位李燦一樣 都是泉州里氏出身 就是 李才眼跟李才領 他們是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他們自己的祖譜祖籍 跟Dino呢 是完全來自同一個派系的 都是泉州里氏 然後都是淮安大軍派 淮安大軍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就是李承貴他們下面就是有分很多個知系嘛 滿罕見的 所以希望他們可以就是變熟一點這樣子 哈哈哈哈 接下來這位不是韓國人 但他也是跟王室相關的人 就是 艾德的Mini 他的嬸嬸 是泰國末代國王的曾孫女 所以他們家庭呢 有跟王族也牽扯到一點點關係 到現在他的叔叔是一個鋼琴家好不好 爸爸呢 是泰國會商銀行的副銀行長 感覺整個家庭也是不簡單你知道嗎 接下來擁有罕見協同的這一位呢 是一個演員 他是丁海穎 他的祖先 其中一位你們多少有聽過 就是朝鮮非常非常著名的思想學家 丁若庸 大家有看到李蒜嗎 輔佐李蒜的那一個旁邊有一個 他就比較先接觸一些西洋思想之類的 那一位就是丁若庸 然後是一個非常非常聰明的人 丁若庸還有一個兄弟就是 天主叫聖人征服丁若中 丁海穎就是知系玄孫 對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見耶 我原來演員圈皇族出生也真的是不少耶 而且真的是你要查才知道 我之前有翻過我們家族夫 翻了才知道 原來我這一輩也有所謂的什麼什麼自輩 我們剛剛講到李宗燦 我這一輩也有耶 所以如果我要安裝那個自輩 我要叫這個名字喔 也太奇怪了吧 可以回去翻一下 你們這一代可能你是有自輩的 或者是你的名字就是來自於那個自輩 我們第四個稀有類別就是 罕見的MBTI 終於MBTI在台灣有一點紅起來了 很久以前做過一支MBTI影片 然後那時候沒有很多人看 就是因為 有點走太前面了 對 那時候在台灣 根本就沒有人聊MBTI啊 沒有人在聊這個啊 所以當初就沒有什麼人在看著啊 有點可惜 女生的話呢 是ENTJ跟INTJ比較少見 女性ENTJ有誰呢 徐璇 還有Kevler的永恩也是ENTJ 她們美語之間都會有一點點音氣 個性的都是比較俐落的類型 女性中最少見的是INTJ 我身邊真的基本上 沒什麼看過INTJ的女生 KPOP IDOL裡面呢 像是一集的劉真 寶兒也是 然後還有前EPIC成員納恩也是INTJ 她們都是T人沒錯 有T啊的那個T 她們的氣質好像真的有點像耶 就真的是比較偏中性一點的性格 然後比較酷 第一印象會覺得 好像沒有那麼親切的感覺 沒有那麼想相信 可是在這種時候就會覺得 明明只是好像又覺得有一點像 再來男生的部分很少見的是 ENFJ跟INTJ ENFJ呢 在KPOP演藝圈裡面啊 還算蠻常見的 就是比較熱情積極嘛 感覺就比較容易進演藝圈 像是BTS的 姬敏 姬丹尼爾 17的敏葵 都是ENFJ 很明顯耶 這幾個在舞台上真的很熱情 很自信的展現自己的那個感覺 真的還挺像的 男性最少見的就是INTJ 跟女生一樣 在KPOP IDOL裡面呢 就是GDragon GD 還有神話的Eric 總裁類型的感覺 就是她們都是領導者嘛 蠻有生意頭腦的嘛 應該這樣說 像是GD的話呢 她除了是製作歌曲很厲害以外呢 她還有自己開什麼咖啡廳啊 就還有做其他生意的作業 那像神話的Eric的話呢 就是她自己獨立出來 然後另外拉出來自己開公司 真的是 當年是一個超級創局 能夠像這樣子做大事情 大生意 的成功人士呢 真的是少之又少 好那以上呢 跟大家翻點了四大類的 非常非常罕見的KPOP的一些類型 有沒有哪一位IDOL讓你很驚訝 他們居然在KPOP裡面 是非常非常少見的人 之類的 就是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有沒有其他想補充的 大家想要看什麼其他的KPOP主題 都可以跟我說 我們今天KPOP版本就先到這邊 我們這個主題不定期上線 一定會回來跟大家繼續聊天的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